白菜帮 芹菜精 大葱整捆切碎 新鲜的猪肉细细切成扫子 和上菜叶调料 包在薄薄的面皮里 面皮上粘着些面粉 里面肉馅弹牙嫩滑 呼啦啦下进鸡汤锅里 白白胖胖的馄饨在滚烫的热水中来回翻腾 等面皮熟到透光 就捞出来 放入碗里 撒上葱花香菜 初春的早上 来上一碗馄饨 舒坦地让人浑身冒汗 这天早上 锅里的白烟刚升起 就有客人来了 走街串巷的挑货郎 天桥下的手艺人 南来北往的马夫 都是我的客人 五文钱一碗的馄饨 在京城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算得上是物美价廉 客人络绎不绝时 几个身影站在街角 偷偷摸摸地向这边张望 我定睛一看 发现是昨日刚进京的学子 都住在街角李叔家的通铺里 李叔家的通铺是柴房改的 正月底的天气阴冷 那窗户呼呼漏风 却还是吹不进屋子里的酸臭味 可胜在便宜 只要十文钱一碗 住在他内的学子们囊中羞涩 一碗馄饨五文钱 够他们啃上三天的干粮饼 我叹了口气 对着他们招了招手 来吧 我这能奢账 几个学子面面相去 又过了好久 才扭扭捏捏地走了过来 摊子角落里有一棵小树 是我三年前亲手栽的 初春的日子 树上已经冒出了点点之鸭 我招呼他们 在树下的座位坐下 又拿出几个碗 挨个成了馄饨给他们 安心吃吧 寒窗苦毒这么多年 别在这最后关头掉了链子 见还有人将着不动筷子 我话音一转 做出一副凶狠模样 我这都记着账呢 等你们金榜提名当了大官 我肯定挨家挨户地上门去要 到时候 你们要是不认账 我就去京兆府敲鼓 告新科进士 欠我的馄饨钱不还 那人扑呲一笑 转眼却又红了眼眶 水滴滴落在面汤里 滑开一点小小的连衣 正月刚过 又是一年春围 京城里挤满了 进京赶考的学子 有些家境殷实的 一进京就住到了东西城的会馆客栈中 那些地方装潢精致 店家服务热情周到 笔墨指宴 一应俱全不说 为了不耽误学子准备春围 三餐热水 也都会每日殷勤地送到房中 与之相对应的 价格也十分昂贵 因此更多的学子会选择在南北城住下 南北城里多是些民宅改的房子 漏风的通铺炕 带着些搜尾的铺盖 一天只要十文钱 东贵西赋 南平北建 同是寒窗苦读十数载 却是天壤之别 我的馄饨摊就开在南城的集市口 之前是我娘开 三年前她死了 就换我接手 三年里 我改良了馄饨的配方 也积累了些名气 现如今 进京赶考的举子越来越多 许多人都聚集在南城集市口附近 我的馄饨摊日日都人满为患 实在付不起钱的学子 我便记下他的姓名 舍账 有些摸不开面子 提出要以公带食 我便找了些省师的活计 给他们做 做了事 他们也吃得心安理得些 一连吃了几天 大家都熟络了不少 学子们众筹买了蜡烛 等打样后 一起坐在摊子里读书 昏暗的烛光 沙沙的翻书声 皎洁的月光 斑驳的树影 我坐在角落里算账 感觉这夜晚 静也不似从前一般 阴森可步 学子那边突然嘈杂起来 还夹杂着些哄笑声 宋姑娘 有人高喊 谢兄想问你 年纪多大了 可有婚配 一片起哄声中 谢之学被推了出来 刚来我馄饨他那日 也是他将着不肯动筷子 谢之学脸颊微红 眼神也有点躲闪 宋 宋姑娘 我 读书人就是面子薄 稍一起哄 就骚得不行 我抬起眼 毫不留情地 把他从上到下 打量了一遍 长得还行 还是个读书人 不错 谢之学眼前一亮 可惜了 我娘临终前 嘱咐我要招坠呢 我又搪塞道 亮晶晶的眼睛 又暗淡了 天底下 只有最无能的男人 才肯去做那坠序 读书人心气高 心科极地 仿佛近在眼前 他们又怎么肯 行了 好好去读你的书吧 我挥挥手 继续埋头看账 谢之学却不肯走 他愁愁良久 深吸了一口气 开口道 宋姑娘 在夏年十九 家中 有一兄长 已经成亲 血脉姓氏传承 自有他来承担 我知我现在一穷二白 配不上你 若是我此次榜上有名 可否再来 向你提亲 这话是真把我说愣了 我重新抬起头 仔细又把人 重新打量了一遍 年少时 人总是为了 这么丁点恩义 义无反顾地 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等到老了 再回首 又追悔莫及 还是个孩子呀 等你考上了再说吧 我含混不清地说 可我没想到 谢之学在春围中 一举夺魁 电视后 他又被皇帝亲笔点为状元 阁老家的小女儿尚未婚配 皇帝作媒 想问他是否愿意 谢之学却说自己已有婚约 拒绝了这门婚事 学生家境贫寒 出到京城时 连饭都吃不起 南城即是口开 馄饨摊的宋姑娘 为人纯善 对我处处帮扶 学生曾向她许诺 若是榜上有名 必会向她提亲 承蒙陛下和陈阁老台爱 可大丈夫一诺千金 言出必行 虽然聚了赐婚 但皇帝喜他知恩图报 重情重义 特赐白银千两 让他向我提亲 谢之学人还没到 消息已经传遍了京城 即是口看热闹得越来越多 生意都做不了 我索性关了摊子 提前打样 东西收拾到一半 谢之学带着媒人和聘礼 来提亲了 我关上围门 任凭媒人和周围 看热闹的人 好说歹说 就是不开门 状元郎请回吧 不过几碗馄饨 不值得你如此报恩 我们二人并无情意 你何必为了这一点 恩义赔上一辈子呢 没错 这是恩义 不是情义 若我真是被 状元夫人的名头迷了眼 一无反顾地成了亲 那才会把这仅有的恩义 都一点点耗尽了 没人说得口干舌燥 最后在空中一甩帕子 状元郎 我看 你这洗钱 我可是收不上了 谢之学沉默一顺 他独自走上前来 隔着木栏唤我 宋姑娘 今日是我唐突了 我叹了口气 不 错都在我 前些日子怕耽误会事 许多事情并未和你说清 我执你感念我的帮助 可这对我不过是举手之劳 混沌钱一共355文 你记得把钱结了便是 谢之学叹了口气 好 他的语气怅然 谢之学留下了355两白银 说是结算我的混沌钱 那天之后 这件事被传的大街小巷 人尽皆知 我的混沌摊人满为患 人人都想来看看 我是个什么模样 混沌又是个什么味道 与此同时 又有不少学子 敢来结算我的混沌钱 他们有的金榜提名 有的名落孙山 有的遇上新机缘 十倍百倍地送还 有的囊中羞涩 销了账就匆匆离开 也有的销声匿迹 从未来过 人情冷暖 世事无常 这是常态 我掏出奢账的册子 收好钱后 仔细做好标记 算着这些年积攒下来的钱 我盘下了摊子旁的铺子 仔细装潢 铺子不大 只堪堪摆下八张桌子 有了谢之学的名头 不少文人默克 也会来我这馄饨店 点上一碗馄饨 为了迎合他们的喜好 我叫匠人粉刷了墙壁 又细细在房檐桌面上叼了花 文人默克 素来爱些花花草草的 我选了几株脆 搬到了店铺里 这样一番布置下来 店面看着雅致了不少 我做了副宋猪馄饨的匾额 挂在店门口 这副匾额一挂出去 传言中的宋姑娘 变成了宋猪 过了两个月 宋猪馄饨开张前夕 我又一次见到了谢之学 那时 她已经和陈阁老家的小女儿成了亲 出任了护部员外郎 马车停在我门口后 谢之学率先下车 随后她抬起手 小心翼翼地扶着夫人下了车 南城都是些市井名户 这样豪华的马车更是少见 街上人来人往 不少人都撑着脖子向这边瞧 我原本正指挥木工师傅搬桌椅 察觉到不对 走到门外瞧瞧出了什么事 谢之学夫妻二人一看见我 立刻躬身行礼 哎哟 这是做什么 快起来 快起来 我连忙跑过去 想将二人扶起来 二人却不肯起身 谢夫人握住我的手 抬眼 温声道 夫君刚入京时 承蒙宋姑娘照料有加 如今夫君金榜提名 仕途顺遂 我们夫妻二人难报您大恩 我休难道 只是几碗馄饨 何止如此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谢夫人说的斩钉截铁 他们夫妻此次前来 除了给我带了些礼物外 竟然还拿出了一张地契 位置就在我的馄饨店旁 这地方原本是家酒楼 只可惜经营不善 掌柜的已经全家打包回了西北 谢夫人将地契呈给我 我连忙挥手拒绝 这太贵重了 我可不能收 状元郎的馄饨钱 早就结清了 来来回回几次 见我的确不想收 谢夫人才松口 她转而提出 要在这地契上建一座客栈 客栈平时照常营业 只不过到了春围时 就只供前来应试的学子 免费入住 这是造福天下学子的大好事 我连声称赞 送珠馄饨竣工后 隔壁的客栈也开始修缮 与此同时 我和谢之学的名字 越传越广 名声甚至传出了京城外 所有人都说 谢状元郎之恩图报 卖馄饨的送珠姑娘 又不邪恩图报 二人皆是心系国家民生 造福天下百姓 有了这样的故事 送珠馄饨的生意兴隆 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 便又招了几个伙计 其中有位叫福贵的男孩 十四五岁的年纪 为人却很伶俐 来应聘时 我观他衣着不菲 便问他为什么来我这馄饨铺子 福贵面露不愤道 我爹问我鸡蛋多少钱一个 我答错了 他就赶我出来 说等我弄清楚 这每日菜价几何后 再回去继承家业 我听着 觉得有些好笑 那你觉得 一个鸡蛋该多少钱 福贵便有些心虚了 十两 我叹了口气 从厨房摸了两个茶叶蛋出来 这两个茶叶蛋 我们店里卖一文钱一个 收鸡蛋就更便宜了 一般七颗鸡蛋 只要五文钱 你刚刚说的十两银子 购着南城中等人家 一年的开销 福贵低头不语 他身上的装扮虽宿静 但仔细看去 剪裁绣工布料 无一步精湛 与其说是店小二 倒像是大户人家 偷跑出来的小少爷 于是我说 若是你真想留在这 我们店还给伙计提供 统一着装 你身上这身 可不能再穿了 我怕店里的客人 都不敢进门 听了我的话 福贵猛地一抬头 眼里满是惊喜 掌柜的放心 他大声道 我肯定好好干 虽然福贵没做过帮工 可他头脑伶俐 性子又活泼 很快就和其他人打成一片 等小半月过去 他往店门口那么一站 世家公子的气质全无 活脱脱就是个在市井中 跌爬滚打多年的店小二 他自写得好 还给店里写了新的招牌 再配上些字画 小小的馄饨铺子 立刻变得雅致许多 又过了几个月 隔壁客栈竣工了 谢之学将其取名为金榜楼 寓意居住的学子 都能金榜提名 打着谢之学 状元郎的名头 金榜楼开张那日 不少人进京后 就直奔南城来住店 金榜楼里没有饭菜 客人住下后 少不了来我的送猪馄饨 吃一碗馄饨 闲聊间 谢之学之恩图报的故事 就又传了一遍 福贵听了 面露不屑 等到店铺打烊后 他开始和我抱怨 孤名钓鱼的俗人罢了 这法子肯定是 他那个月账给他出的 谢之学在朝中毫无根基 娶了陈家姑娘 和入赘有什么两样 那个老油条 一心想着帮女婿铺路 和我说完这些 他看着我 眼神里有些恨铁不成钢 送诸你也是 他们利用你耍这些心机 你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算账的手一停 抬眼问 他们利用我什么了 利用你谋求个好名声啊 福贵大声道 还利用了赶考的学子 满天下宣传他们陈家的善心 我笑了 银子是十打十给我了 客栈也修了 供学子赶考免费居住 何来利用 好事是他们十打十做了的 好名声也是他们应得的 可是 福贵还想争辩 我提起手 戳了戳他的额头 论计不论心 人家好事都做到了底 你还想怎么样 做好事就单单纯纯地做好事 就不应该求报答 福贵说 那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了 我摊手道 这天底下 哪来这么多圣人呢 福贵又沉默了 第二日 他看着金榜楼的眼神愈发复杂 只是在无不屑 又过了两年 我二十二岁了 一转眼 福贵就在我这做工做了两年半 这两年半里 他身子抽调了不少 年头刚做的伙计符 年底就不合身了 他家中似乎出了些变故 来我这帮工的次数越来越少 我打听了几次 见都被他搪塞过去 也就不再多问 只是年底发跃前时 甚至还比去年厚了一倍 福贵颠着重量 觉得不对 年底了 不少伙计都要返乡过年 为了给大家践行 晚上 我下厨炒了几个菜 拿出店里最好的酒 热热闹闹地摆上了一桌 三年过去了 院子里的那棵小树 似乎粗壮了不少 北风呼啸而过 吹散了树压上击沉的雪堆 酒过三旬 大家都昏昏欲睡 福贵扯了扯我的衣角 偷偷问我是不是发错了月钱 没发错 我笑着回他 你放宽心 好好处理家中事 你只记住一点 若是家里出了变故 再来我这馄饨铺做个店小二 也没什么不好 从前店里有一对夫妻帮工 老家遭了难 哭着来向我辞行时 我也给这样 他们多发了一个月的月钱 再告诉他们 若是无处可去 随时都可以再回来 馄饨铺子的生意蒸蒸日上 多几个伙计 还是养得起的 福贵哭笑不得 哪里就至于到这个地步 十七岁的少年人 虽然脸庞还有些稚嫩 可行事作风 却愈发果敢沉稳 他向我请了几个月的假 说是父亲病重 他要回去侍奉 过了年关 又是二月春围 与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圣上病重 春围由太子主持 圣上爱重发期 太子是中公嫡长子 地位尊崇 只可惜 先皇后早逝 太子母家侍卫 刘贵妃出身世家名门 又接连诞下几位皇子 对皇位虎视眈眈 之前坊间也有传言 说圣上对二皇子也十分器重 想要改立太子 可现在圣上派太子主持春围 足见这都是些无稽之谈 这些大事影响不到普通老百姓 春围将近 全天下的考生纷纷入京 只是今年 有钱的考生放着东西城的会馆不住 一定要先来金榜楼 可惜 越是有钱 这金榜楼越是难进 公子请回吧 您头上带着的这颗珍珠 价值何止千金 数小店不能接待 公子请回吧 公子 春围期间 金榜楼只接待进京赶考的学子 还必得是家境贫寒 短短一天 金榜楼的掌柜的 一直在劝退那些 一看就身价不凡的学子 说得口干舌燥 可劝退了大部分 还是不够 小小一个金榜楼 容不下天下贫寒学子 庇护不了天下劳苦百姓 李淑家的宅子风水好 三年前出了状元 早就被有钱人家 花大价钱买了去 供自家弟子读书备考 可没了李家 还有其他人家 周围赵淑家 齐墨家 前大娘家的通铺里 也挤满了 进京赶考的学子 依然是阴暗的房间 酸臭的铺盖 只要十文钱 就能住一晚 第二天一早 宋猪馄饨刚开张 香飘十里 熟悉的街角 又有几个人 偷偷摸摸地站在那里 伸着脖子张望 我叹了口气 像是三年前一样 对着他们招招手 来吧 我这能赦账 会市结束后 京城里闹了一次 不大不小的兵货 圣上驾崩荡晚 有人带兵夜闯宫门 宫里闹得厉害 京城也不太平 有劫匪趁着兵货 闯进京城 劫掠富户 可东西城的达官显贵 人丁兴旺 护卫家丁人多 他们冲了一晚上 也没冲破几家的大门 有几个心思快的 立刻冲着南城来了 南城的老百姓 势单力薄 一家子四五口人 一刀就能砍死 虽然普通人家 手里没有几两银子 可总比白来一趟要好 谢知学和之前 在我这奢过账的 一些官员 提前给我捎了信 告知我要紧闭门户 有的还送来了几个护卫 我提前听到消息 立刻召集附近的街坊邻居 以及住在他们内的学子 来到馄饨铺避祸 陈家也往金榜楼 派了不少护卫 那几个劫匪 看到这附近人多 也不敢硬闯 倒是有惊无险地过了一晚 宫里的局势 也尘埃落定 闹市的是 刘贵妃的几位皇子 他们不满圣上让太子继位 想要刀鞋圣上 逼他修改遗诏 多亏太子早有准备 早早送诏书 给京城百里之外 驻扎的军队统领 命他来秦王救驾 见太子如此沉稳 圣上在新位中离世 之后 新皇登基 几位造反的皇子扶珠 刘贵妃自尽 刘家满门抄斩 菜市口血流成河 京城中人人自威了好些日子 可转眼 又被惠世放榜的喜悦冲淡 也不知是不是巧合 今年的状怨 又是在我这 馄饨铺子奢过账的学子 电视上 新皇一听他说起 自己因为家境贫寒 只能住在南城集市口 还在送诸馄饨奢过账 就笑出了声 他指着已经官至 户部侍郎的谢之学 笑道 连着能出两界状元 这铺子倒真真是个风水宝地 有了新皇这句风水宝地的夸奖 送诸馄饨更是门庭若市 不知道是谁把我尚未成亲的消息 传了出去 倒引得不少人登门求亲 想来见我的人太多 我只能躲在后厨帮宫 少在店里出现 直到某日 伙计来后厨找我 说是有救人来访 我擦着手走出去 发现一魁梧伟岸的汉子 坐在店里 他生得浓眉大眼 眼睛随意一转 都能把小孩吓哭 有他在 店里的客人都快跑光了 裸露在外的手臂上 有一条刀疤 刀疤像是条猙獰的巨龙 一直弯延到袖子里 蒋大哥 我惊喜到 那汉子一回头 看见我 脸上凶器顿消 直接笑开了花 宋家妹子 这汉子名叫蒋贺明 原是走标的标师 五年前 他带着一群弟兄来京城送货 谁想到货送得顺利 主人家却在京城出了事 抄家流放 尾款拿不到不说 就连那一箱东西 也被官府扣押 作为罪证 标师来钱容易 他们随身带的银子 刚进京 就被挥霍一空 付了住宿前外 他们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差点连饭都吃不起 我看他们有点可怜 便赦了他们几天的馄饨钱 没过几日 这几人就找到了新的活计 把馄饨钱补上了 之后又是几年不见 蒋贺明指挥着人 抬着几大箱子礼物进来 堆在了铺子里 箱子一打开 竟然都是些白花花的银子 我惊了 这是做什么 蒋贺明却混不在乎 妹子 大哥是个粗人 也没有那些个什么文人默刻的搔进 大哥 救驾有功 被封了宁昭侯 这些银子都是皇上欣赏的 你当年帮了大哥一碗馄饨 足以看出来 你是个心善的 这世道再不公 总不能好心人 还没有回报吧 这些银子你安心收下 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大哥 日后你出嫁了 大哥家就是你的娘家 我倒是要看看 谁还敢为难我蒋贺明的恩人 宁昭侯这话说的 朕爱听 他话音刚落 福贵的身影就出现在门口 他身着一身紫金锦袍 手握一把折扇 微笑已在门口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见蒋贺明一声惊叫 陛下 朕 陛下 福贵就是新皇 我的脑袋乱轰轰做一团 可在脑海深处 却有一道声音感叹道 果然如此 这想法曾在我的脑海中 一闪而过 可却因太过惊世骇俗 被我按在思绪深处 再不曾提起 皇帝一道 蒋贺明就像是见了猫的耗子一般 闲谈了几句就溜走了 剩下我和皇帝坐在铺子里 铺子周围被护卫拦住 无人敢靠近 两两相对 据事无言 好半天 我才想起来该行礼 于是手忙脚乱地跪下 民女参见陛下 哎哎哎 行了行了 皇帝连忙把我扶起来 咱俩之间没有这么多虚理 他扶我坐下 也不寒暄 静止问道 朕今日来找你 是有一件要紧事要问 宋朱 你可知前朝的宋太父 宋太父 我的语气尖色道 宋太父是先帝帝师 放眼天下 无人不知 皇帝叹了口气 是啊 可就算是帝师又如何 十五年前 刘家世大 捏造了宋太父通敌卖国的假证据 硬是逼得宋太父家破人亡 宋家南丁皆抄斩 女子无论大小 一律充为娼妓 朕一早便知晓 你的母亲 曾是宋夫人的贴身侍女 到年岁后 便被放了身器 又赐了金银甜气 送她出嫁 宋夫人对你母亲有救命之恩 你母亲感念宋夫人恩义 改姓宋 你生父早逝 母亲又和夫家恩断一绝 便改了你姓宋 取名宋朱 是 我垂下头 陛下查得一清二楚 那么你呢 皇帝又问 你是宋朱 还是宋兰生 宋兰生 这三个字 听得我一阵恍惚 近十年来 再也无人换过我这个名字 只是依稀的记忆间 父亲母亲 曾经温柔叫我一句 蓝生 宋家师叔传家 我是最小的女孩 尚有兄姐 对我多加宠爱 父亲也有姬妾 可母亲宽厚 后宅和睦 从不见勾心斗角 直到七岁那年 宋家他添大祸 男子抄斩 女子冲围军纪 宋家的女眷 都被关在赵宇深处 等候发落 暗无天日的监牢里 母亲抱着我 缩在角落 兰生不怕 她摸着我的头发 明明声音打颤 却还是硬做坚强道 娘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夫人 夫人 突然一声轻呼 打破了这片宁静 娘闻生先是一惊 嘴里喃喃了一句 婉娘 随后 母亲连忙冲到栏杆边 泪水瞬间流了满脸 你怎么来这了 快回去 宋家没救了 不能连累你 夫人对我有大恩 何谈连累不连累的 婉娘摆摆手 她给我们带来了食盒 里面的饭菜温热精致 我当时年纪小 又在狱中受了不少苦 抱着桂花糖膏 大快朵仪 看着母亲憔悴的面容 婉娘心疼地握住 母亲的手 夫人 你金尊玉贵的 如何能受这种苦啊 母亲惨然一笑 我和官人夫妻一体 官人去了 我又岂能独活 只可惜我的男生 他还那么小 说着 他失声痛哭 夫人别怕 婉娘咬咬牙 像是下定了决心 我有办法 一定能就小姐出去 上路前夕 我又一次在赵狱里 见到了婉娘 她的怀里 抱着一位 和我年岁相仿的女孩 女孩昏沉睡去 嘴角还带着笑意 像是正在做一个 长长的美梦 这是我的亲生女儿 名叫宋朱 婉娘依依不舍地 扶了扶女孩的病法 扶着扶着 她眼眶一红 发了狠 直接把人从栏杆之间 送了进来 母亲大惊 婉娘 你这是做什么 婉娘却一场冷静 夫人对我有救命之恩 婉娘无以为报 我思来想去 唯有用我的亲生女儿 把小姐换出来 以此报恩 赵狱守备森严 进出都要搜身 刚刚门口的守卫 知道进来了两人 不可能放出去三个人 那也不能让你的亲生女儿 替男生受过 母亲摇头 我也抱着母亲 不住摇头 人立足世间 活就要堂堂正正地活 我受苦是我的命数 怎么能让人替我受苦呢 夫人别想了 再不换 等一会惊动了手背 我们谁都走不了 母亲看了看宋朱 又看了看我 一咬牙 竟真的把我往外推 我吓得哇哇大哭 母亲 我不去 我死也要和母亲死在一起 可我还没哭几句 后脑勺就传来一阵剧痛 视线的最后 是婉娘发红的双眼 等第二日我醒来 发配送家女眷的车马 早就出了城门 再也追不上了 明面上 我管婉娘叫娘 婉娘换我猪猪 私底下 婉娘让我叫她婉娘 她叫我小姐 冲为军纪的最臣家眷 过了风头后 能使银子把人赎出来 婉娘劈了命地卖馄饨 卖了一碗又一碗 终于攒够了银子 她带着银子 找了关系 想要把母亲和宋朱赎回来 可她兴高采烈地去 却失魂落魄地回来了 宋朱早在随军的路上 就因为奔波劳累而死 母亲刚到军营 就不堪受辱 自尽而亡 婉娘回家后 发了好一顿烧 醒来之后 却像是没事人一样 可我慢慢发现 她的神志有些不清了 她开始分不清我和宋朱了 雷雨夜 她抱着我 温言安慰 朱朱别怕 娘在呢 我缩在她的怀里 闷不作声 婉娘又认错了 宋朱怕打雷 我不怕 可有的时候 她又很清醒 小姐 你不知道 夫人当年在山匪手里 救了我的命啊 婉娘对着我念叨 我当时就想 我这辈子当牛做马 也要报答她的恩情 只不过后来 她神志不清的时候 占了大多数 唯有在临终时 她看着房梁 泪流满面 朱朱 娘的朱朱哟 娘终于要来陪你了 她嘀嘀地念着 叹着 直到最后 她的嗓子里 突然爆发出一道凄厉吼声 夫人 您的大恩大德 婉娘这辈子终于还晚了 说完 她双眼一闭 终于断了气 我呆坐在床边 双手掌撑住额头 呆呆地看着地面 豆大的泪滴滴落在地 打湿了泥地 恩义 恩义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做起来 却难如登天 母亲救了婉娘 婉娘成了母亲的恩 宋朱被换了我 我又成了宋朱的恩 受了恩义 便要用一辈子去报答 我知我这辈子 都无法偿还宋朱的大恩 思来想去 就只有两个目的 如今刘家倒了 凶手扶朱 那就只剩下一个 我顶着宋朱的名字 便要让这名字流芳百世 从我接手馄饨摊后 费尽心机 就是为了如此 你是宋朱 还是宋兰生 看我默不作声 皇帝又问了一遍 朕已经接了 还活着的宋家女眷回京 其中一位自称是 宋太妇的姬妾 她说 她在狱中亲眼看到 婉娘用亲生女儿 换了宋家的妖小姐 宋兰生 那么你 我是宋朱 我打断皇帝的话 她应当是看错了 我那日的确和我娘去了诏语 但是却没把宋兰生换出来 皇帝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是吗 是 我语气坚定 皇帝叹了一口气 朕原本还想着 若你是宋太妇的亲生女 为宋家翻案 也更容易些 你不是也不打紧 朕依然会为宋太妇翻案 你大可放心 皇帝走后 我呆坐在馄饨铺里 春秋时有赵氏孤儿 成英用自己的亲儿子 换走了晋国大夫赵顿的亲生子 独自一人将其抚养成才 最终 赵氏孤儿长大 向图暗谷复仇 世人赞叹成英忠义 赞叹赵氏孤儿 胆色和蛰伏 却无人在意 那个成英的亲生子 无人想问问她 是否愿意被父母推出去 用命来偿还恩情 历史的长河里 她的名字就如同流星一顺 在不见踪迹 宋家的冤案已翻 宋太妇的牌位 被送入太庙 想万事奉养 我暗中派人接济了那位 还活着的小娘 宋家如今 也就只活她一人了 我依旧在京城卖馄饨 一卖就是二十年 宋珠馄饨在京城 开了四五个分店 还是一样的好味道 店开得越来越多的同时 也有人来向我提亲 被我通通拒绝 天下女子 出嫁从夫 扶死从子 不外乎如是 若是我成了亲 有了丈夫 宋珠的名字 就会变成宋氏 卖馄饨赚得的钱 被我大半用于赈灾祭贫 每每有灾情 宋珠馄饨的门口 便会搭建起舟棚 分发给遭灾的百姓 沦落青楼的女子 被责打的丫鬟 这些年来 我意识数不清 自己救了多少 听着那些对宋珠的称赞声 我才会感觉到一丝心安 我三十七岁那年 成王携家眷进京 成王世子在封地长大 从小无拘无束 他日日一身红衣 骑着汉鞋宝马 在京城里奔驰 终于有日 一辆马车躲避其不及 一头扎进了 我的馄饨摊子 咚的一声 马车撞上了院子里的 那棵大树 才看看停下 只可惜 车体全散了架 我听了声音出来 恰巧看见成王世子 坐在马上 下巴高台 满脸不屑 马夫刚挣扎着 从一片废墟里爬出来 他竟然抬起手 又想一鞭子抽过去 哪里来的贱民 也敢挡本世子的道 助手 我连忙跑过去 挡在那马夫前 鞭子进到没收 一鞭子抽过来 我的左臂皮开肉绽 哪里来的贱民 世子冷哼 我强压着痛感 高声道 这里是京城 是天子脚下 世子策马狂奔 才导致马夫出了火 你不想着赔偿就算了 竟然还抽他鞭子 我话音未落 又是一鞭子抽来 右臂也是一道血痕 一个贱民而已 本世子就算不赔 本世子就算不赔 你又能如何 世子趾高气昂道 有本事你就去告官 等到了京兆府 你看京兆府尹 到底能不能为了你这个贱民 来指认本王 话都说到了这份上 我第二日就去京兆府 击鼓鸣冤 鼓敲了大半天 京兆府的门终于开了 我走进去一看 发现京兆府 饮苦着脸坐在主位 他的身后 站着笑咪咪的谢之穴 三十八岁的谢之穴 已经入阁 兼任户部上书 他续了胡须 笑起来让人心惊胆战的 福尹大人 快升堂啊 谢之穴拍了拍 京兆府尹的肩膀 声声声声堂 京兆府尹连忙拍响了 京堂墓 堂下何人 报上名来 民女姓宋明珠 我不卑不亢地跪下 你要状告何人 民女要状告成王世子 当街策马 搅乱民生 肆意责打百姓 荒唐 京兆府尹一拍桌子 像是下定了决心 你一介平民 竟敢壮告成王世子 真是荒谬 快拉下去 李大人 谢之穴黑着脸 打断了他的话 你一不问来由 二不问清原委 就这么不分清红皂白的 就要拉人下去打板子 那敢问谢大人 要我怎么办 经兆府尹破罐子破摔道 那可是成王世子 成王是当今陛下唯一的亲弟弟 成王世子又是成王唯一的独苗 若是成王世子出世了 成王岂会善罢甘休 成王世子又如何 一介清亮男生响起 我回头一看 看见左都玉石缓步走来 他和谢之穴同年科考 当年一同在我的馄饨摊里 吃着馄饨 他走到我身边 将我扶起 宋朱姑娘近来可好 还行 我点点头 动作间 两侧手臂的伤口又开始渗血 左都玉石也沉下脸 他转过身 抬高声音道 王子犯法 当与庶民同罪 成王世子当街纵马 玉石台早有证据 今日听说 经兆府审案与他有关 特来呈上 经兆府尹一脸便秘 他翻着那些证据 五官皱成了一团 可是 李爱卿若是为难 这案子不如交给朕来审 这道声音一出 在场众人齐齐下跪 参见陛下 皇帝身着锦袍 走上大殿 他身后跟着好几位朝中要员 官职或高或低 为人或忠或奸 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曾经在我的馄饨摊 吃过那一碗馄饨 那一丁点的恩情 过了二十年 依然让人念念不忘 见皇帝来了 经兆府尹连忙让开主位 皇帝也不推脱 大辣辣的一坐 拿起经堂木狠狠一拍 把城王柿子带上来 来了来了 应召猴拎着城王柿子 一个剑步冲上大殿 我把这小兔崽子逮来了 陛下 你都不知道 陈冲进城王府邸的时候 城王全家死都不放人 多亏我机灵 出了府就翻墙从后院进去 这小子就躲在屋里不出来 蒋爱卿做得甚好 朕日后必有嘉奖 皇帝笑着点点头 他看向城王柿子 近日来 你在京城策马狂奔 百姓稍有阻拦 你就肆意则打 认是不认 城王柿子还想挣扎 不 皇帝怒道 欺君死罪 城王柿子一惊 我认 可以 你倒是认得痛快 皇帝满意地点点头 来人 给我把这小子打到他爹都认不出来 等城王赶到时 城王柿子已经被打成猪头了 城王看着儿子 心疼得不行 又不敢求情 急得直跳脚 等打得城王柿子 只剩下一口气在 皇帝才失失然地抬手 住手吧 城王立刻扑上去 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哭嚎道 儿啊 行了 别吵了 皇帝制止了他 朕这里有个名单 等着小兔崽子养好了伤 挨家挨户地上门道歉 赔偿 听明白了吗 城王点头如小鸡灼米 陈灵指 还有 皇帝指了指我 宋姑娘身上的两鞭子 你要怎么办 城王赶忙道 等犬子伤好后 陈碧带白银签 还未等他说完 皇帝便不满出声 嗯 城王眼珠一转 陈碧带黄金万两 前去致歉 皇帝这才满意 嗯 我却傻了 这 这 黄金万两 这也太多了 两鞭子就黄金万两 这是要传出去 怕是有不少人 蹲守在城王府 就等着挨鞭子 宋姑娘人品贵重 京城上下皆知 想来这黄金万两泥 也不会收手 皇帝笑了 朕倒是有个好法子 不如这黄金万两 便作为基本资金 在京南建一座书院 如何 建书院可是大善举 在场众人都没有意见 皇帝满意一笑 那就这样 今天算了吧 你家这个小兔崽子 要是在到处惹是生非 朕就把他打得连着一口气都出不来 临走时 皇帝还不忘警告城王 过了大半个月 城王柿子病还没好拳 就被城王从床上揪起来 挨家挨户地道歉 另一边 京南的书院拔地而起 皇帝找到我 让我担任书院的第一任院长 我连忙摆手 书院书院 我都不通文末 怎么能当书院院长 你虽不通文末 可品性德性 都有目共睹 皇帝正色道 书院院长 必得是德高望重 公平公正之辈 除了你 朕都不放心 几十年前 你曾告诉我 做好事不求回报 那只有圣人才做得到 可朕看这几十年 你做了这么多好事 又求了什么回报呢 回报 我压下猴头的苦涩 心安 便是我最大的回报 书院的教师 朕自有安排 你只要秉持本心就好了 临走时 皇帝嘱咐我 秉持本心 我宋兰生的本心 究竟是什么 这一辈子 我顶着宋朱的名字 万不敢行足踏错一步 人人都称赞 宋朱为人纯善 品性高洁 可每每午夜梦回时 总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你不是宋朱 你是宋兰生 别装了 做回你自己吧 但等到白天一醒来 我又会做回那个完美无瑕的宋朱 这一桩 就是一辈子 书院建立得十分顺利 各路大儒 听说建立了面向天下贫寒学子的书院 都自发来到书院教书 我把宋朱馆 交给了靠谱的掌柜打理 开始埋头在书院理事 一年年过去 只要我走在书院里 所有人都会躬身行礼 恭恭敬敬地叫我一声 宋朱院长 我的名字 被刻在书院内的记事石碑上 我看着被刻在首行的宋朱两个字 觉得 这或许已经达到了我的目的 将宋朱这个名字流芳百世 但就算还没达到 我也没办法做得更好了 我67岁时 卸下了书院院长的重任 开始回到家中荣养 常来探望我的 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丫头 十几年前 她被凶嫂卖到别人家 当童养席 我刚好路过 重金将她赎出 小丫头感念我的恩情 嚷嚷着要和我牵了死器 给我当丫鬟 一辈子伺候我 我连忙摇头 使不得使不得 一辈子太长了 别为了那一点恩情 就随随便便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话是这么说 可我的一辈子 已经义无反顾地搭了进去 小丫头在我的资助下慢慢长大 然后嫁了人 生了孩子 我老了之后 她经常来看望我 陪我吃了晚饭后 她推着工匠新发明出的轮椅 带我去曾经的馄饨摊看看 五十年前 我亲手栽下的那棵小树 现在已经枝繁叶茂 硕大的树棺遮挡住了阳光 洒下了一片绿荫 白白胖胖的馄饨在鸡汤锅里熟了 被捞出撒上葱花香菜 有客人躲在树下 抱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大快朵頤 我也躲在树荫下 瞇着眼睛感受着这一片阴凉 宋兰生 恍然间 我突然听见有人叫我 我仓皇回头 环顾四周 却什么都没看见 宋朱院长 怎么了 小丫头问 没事 我摇摇头 一股疲累赶袭来 我的眼皮昏昏沉沉 慢慢闭合在一起 再也没力气睁开 宋朱的恩情 我这辈子也算是还完了 一片昏暗中 我浑浑噩噩地想 下辈子 还是让我别这么累了吧